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文维 今天是复活期第五周 5月23日 星期四 福音经文在《若望福音》第15章第9节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正如父怎样爱着我 我也怎样爱着你们 你们住在我的爱内吧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会在我的爱内生活 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 而常在他的爱内一样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好让我的喜乐存留在你们心里 并使你们的喜乐达到圆满 在今天福音中 耶稣邀请门徒们 他说 你们住在我的爱内吧 相信熟知若望团体历史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 住是当时犹太基督徒所关切的问题 因为他们与犹太人与犹太人决裂 最后被赶出会堂 这相关的叙述呢 大家可以参考《若望福音》第9章22节 或是12章42节 以及16章的第二节 当人们不再拥有外在的标记时 那么内在的标记就特别的重要了 而若望团体的标记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 并在他的爱内生活 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一样的 倘若团体成员们能够团结一致 彼此相爱 这样一来就能够抵抗任何的风风雨雨 困难和压力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祈求天主 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为核心 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借以建立家庭和教会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